就這樣莫名奇妙的愛上你 你的微笑鮮入昏迷 來來不去找不到邏輯 想跳的聲音帶著我慢慢靠近 哈囉 昨天剛擦完尾了3 今天又來出發了 去哪裡呢 寶來的10號坑 這也是我人生首度 第一次帶帳篷 而且是一個人來露營 老實說 這一路上尤其是要到停車這個地方 路非常不好走 車子如果底盤太低 這邊的路非常的顛簸 很不好看 那我非常的勉強 開到最後一個插路的地方來停 因為網路上都說都要開到最後農家 可是我從最後農家開過來 大概還開了15-20分鐘 在重中不行的話 這一段路大概還會花多走 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路 那我們往最後一個插路前進吧 我們往最後一個插路前進吧 我們往最後一個插路前進吧 一路走 其實路不算難走 但是河床很大 然後什麼時候要過溪 什麼時候要靠河岸走 什麼時候要靠河岸的內側走 這個真的就是不好判別 從出發 直到現在大約一個小時了 然後呢 看到7號坑了 時間還蠻準的 這邊是7號坑齁 對7號坑齁 那個有一台金普車 有時候還有摩托車 那個人不在 就是大概在10坑或13坑 你看圓頭在那邊 你看到冒煙 然後有三個路口 都把溫泉加了 那邊路口 那邊路口 然後咧 你看那個 政府有打樁 溫泉路口可以照一下 那個路口 有打樁 這應該是有人為親戚 就把它匯留過來的 剛剛之前是交通可以過來的 對 這個地方有一些車 它下來就是這裡了 可是要收費 那88的時候路斷了嗎 對對對 就是這樣 有沒有 這白色都溫泉了 就上了 都溫泉了 有沒有看到溫度 對這邊沒有 這路口沒有在跑 好燙 那代表 蠢啊 蠢啊 在7號坑 休息了一個小時 然後就要準備出發了 下個目的呢 就是要往 10號坑方向繼續走 應該4點前會到吧 好 給自己加油囉 重裝加油 過了西坑之後呢 後半段的路基就比較明顯了 因為這邊呢 沿路都有那個 十區車 行走的路基 而且呢 沿途的石頭上呢 都有 天氣 記號也有石堆 所以呢 我現在不是順著這個 車道的路徑走 要往十坑方向 繼續走 加油 嘿 十坑 我昨天早上八點 從石坑走到十三坑 去的時候 五三個小時 回來兩個小時 那溫泉石坑數比較好 但是它遠比哪個風景 是十三坑 好 那我知道了 謝謝你們喔 拜拜 好 看到兩個前輩說 石坑就是你囉 喔 幫我包場了 剛剛那邊的衣服 你就去那邊那邊 對啊 這麼拼 沒有啊 沒有走啊 好啊 好啊 加油了 十號坑好遠喔 十點半出發 十一點半到七號坑 休息了一個小時 十二點半出發 一直走 現在走到已經三點了 還沒到 我想也應該快到了吧 十號坑好遠喔 又是一條漫漫長路啊 沒有找到 到可疑 到可疑 啊 再一次 先在ピーマ 那邊 拼抗 小蕃 要 泡泡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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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去面 他們看到這一鍋 火鍋 全部就是麻辣燙的一種概念 看得清楚 屎?!